這一些批判社會的現象 其實本來就應該是喜劇應該要有的本色 只是後來因為太多的政治因素 慢慢的被演員自己閹割掉 像我們現在很多朋友在大陸那邊 做喜劇的 做脫口秀也好 做相聲也好 但凡他們今天有任何碰到政治的東西 馬上就會被切掉 台灣既然有這麼好的言論自由環境 沒有道理說我們要把自己這一塊這麼珍貴 而且這麼好用的武器閹割掉 就是那種比較尖銳的話題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在底下留說 做演員就要與人為善啊什麼 我畢竟不是那種演藝圈的 我不是靠著人脈 我的表演只是我賣票 然後觀眾買票進來看 我直接面對觀眾啊 你貼我表現就貼我表現 怎麼樣 我的觀眾喜歡我就可以啦 我覺得這是網路世代的一個現象 就是你只要真實的做你自己 然後吸引到足夠族群來欣賞你 那你活得下去就可以了 反正交不到女朋友嘛對不對 交不到 交不到 始終交不到 我對於買房這件事情徹底放棄了 車子在台北養也真的很貴 所以我現在只要過得很快樂 對我來講比較重要 現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有沒有用 沒有 OK 很直接的告訴你們 我就是很喜歡吐槽 而且我一吐槽會把人家吐到死為止的那種 久了之後才慢慢去反省說 就是以前這樣講話的確是會傷到很多人 但這也導致我說 我後來跟陌生人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不敢跟他們講話的 我很害怕傷到他們 就不太敢交朋友 說實在的 笑話是一個雙面刃 你如果不好好掌握的話 其實對於你的人氣關係 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東西 你處理的好它會是一個潤滑劑 你處理的不好它就是一個硫酸 那我小的時候基本上就是處理的不好 沒錯 本來就是有一些笑話本身很好笑 但是一點內容都沒有 這是絕對有的 比方說我今天十分鐘十五分鐘的演出 我不會希望說我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講這種純好笑 但是沒有營養的東西 我還是希望說透過我自己的眼睛去 觀察到的一些事物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節目裡面 幫大家又開了另外一種思路 觀眾在接受到這種新訊息的時候 他的那種笑聲跟平常的那種笑聲 是不一樣的 他們很多時候是那種 或者是他們需要想一下 然後突然那種爆炸性的那種笑聲 那種掌聲 那個比一般的笑更讓我著迷 我還是懷疑 但是跟平常有話放在這張笑聲 老師也對了 因此實在想到 是那個人 水呢 就是難道 加乾淬